迪丽热巴含霜妆美出,新高度花絮再秀惊人小蛮腰。 女星迪丽热巴来自新疆,拥有盛世美颜让她从一出到旧话题不断, 还被誉为新疆四大美人之一,无论是戏剧作品或广告代言, 都有相当亮眼的成绩,也有大票粉丝支持。 近期她主演的电视剧《欲交济之与君初相识》刚播完, 下部恰似《故人归》上线就成为时下最热门的电视剧, 流出花絮的敬业表现也让观众印象深刻。 迪丽热巴靠精湛演技和可爱性格吸粉无数, 近期作品《欲交济之恰似故人归》正在热播。 近期电视剧《欲交济》刚播出就广受好评, 女主迪丽热巴搭配男主任嘉伦, 加上依众配角都演技在线, 尤其是迪丽热巴凭借纪云和一角受到广大观众喜爱, 角色热度横扫排行榜第一, 足渐强大吸粉能力。 近日她为了宣传恰似故人归, 发布一个剧中女主角纪云和的旁装, 她拿出白色睫毛膏诱惑, 十足地在镜子前刷睫毛, 下个镜头一变, 配上下雪的特效, 迪丽热巴发挥演技, 迅速入戏演绎在剧中浑身发冷的桥段, 让粉丝大赞她的演技越来越进步了。 从剧组花絮中, 她躺在床上要做出被法力控制的样子, 只见对手演员任嘉伦做出法术的手势, 迪丽热巴瞬间就依靠腰力从床上做起, 速度之快都不需要加特效和剪辑处理, 让任嘉伦不禁夸她你这是不一般的妖啊。 迪丽热巴开玩笑回家特效了。 任嘉伦继续问有没有牵线榜钢丝。 超强妖力除了让任嘉伦吃惊, 追剧的观众也纷纷留言热巴好棒哦, 妖力好强, 真的很敬业的演员。 很少有颜值高又这么拼命的女演员。 好厉害。 这个演技, 真的感觉被吸起来一样, 真的又快又自然, 果然演技一直在进步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